中日韓三國 昨天我看文匯大公 他們特別強調換了領導人 三國換了領導人 日本就是岸田文雄 而韓國就是尹錫悅 中國方面少了一個字 由李克強變成李強 不過這樣 雖然日韓換了領導人 不過我覺得中國沒有換了 其實背後都是習近平作主 不過中國特殊國城這些情況 其他日韓都是最高最高的 但中國其實是總理 為何是李強 他都可以看到一件事 其實在政治上很多事情 大家知道是沒得談的 但在經貿上很多事情有得談 所以李強總你這次去都看到 有些事情按下不表不要談 搞好一些經貿活動 這個也算是一個比較大的收穫 意義上是重要的 過一段時間中日韓關係相當緊繃 特別是日韓和美國越走越近 日韓的深仇大恨在山武大叔的協調下 大家也不要提及舊事事 因此對中國形成一個很嚴重的圍堵 東巴雅地區嚴重的圍堵 台海問題等等 所以這次能夠三國元首再次能夠會面 這也有他很重要的意義 老總點出一個問題 過去其實中日韓三國是有兩個陣營 第一個陣營是中國和韓國 第二個陣營是中國和日本 日本和韓國是沒得談的 但尹錫月上場之後 尹錫月在韓國追討日本 在二次世界彈子的時候 對韓國的感情或者經濟上的損害 是讓了一步 結果再加上美國居中滑船 令到日韓變成一個陣營 對中國來說其實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因為中國過去在東北亞的問題上 他個別和中日關係 中韓關係都有他的策略 但基本上利用日韓的矛盾 基本上兩個不會和好 所以中國在一方面坐享這個形勢 不過過去幾年來的變化 也令到東北亞的形勢嚴重分歧 所以這次能夠在這個環境下 能夠重開中日韓的領導人會議 這也是相當重要的 經過四年五個月的停滯 因為當中有個疫情在 其實從去年九月開始 中日韓三國展開很多低一個層次的 不同層次的回談 就是為了這次Polo 這次Polo環境時報的社評 就說比較集中 因為中日韓三國轉了全球的人口總和20% GDP是全球總量的25% 這次可以談的是什麼 在半導體領域 我們本來都各自有市場 有資金和技術的優勢 如果我們三個國家通力合作 可以解決地區 甚至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穩定和發展 都看到北京政府的一個很重要的外交策略 至於現在有些政治問題 你是暫時無法解決的 全力去出的經濟 特別在美西方圍堵下 它需要更多的盟友 而日韓和中國其實都有很傳統的深口關係 而日韓兩國家 特別在科技方面 能夠提供給中國 亦都有它的貢獻 而中國龐大市場 亦是日韓不可以放棄 是的 經貿關係 一定要維持著 但環球時報就說 政治上是中俄朝對美日韓 這個格局 你發覺 敵中有有 有中有敵 這是錯中覆頭的關係 政治解決不了 但先做了生意 其實都頗重要的就是 環球時報很多時候的社評 一提到東北亞的關係 都提到供應鏈 正正中國面對一個被斷鏈和圍堵的情況之下 尋求一個突破點 這次衝來的關係 在政治上 不會有什麼進展 維持這個對話很好 但經貿上肯定有一個成果 如果沒有一個 預見的成果 基本上就不會坐在一起 聊天 這個會議是今天繼續進行 而今天就會結束 不知道之後有沒有聲明 協議之類的事情 他就說明是三方元首 會在時候有一個聯合的聲明出來 都可以預測到 留意的事情比較近 中方會不會放寬 日本的水產舒華 這個就很簡單 真的可以處理到 昨天李強一落地 見岸田文雄 已經在說水產問題 如果願意養一步 即是說 中國有一些封石成果收穫 當然大家互惠 又看看台灣聯合報 聯合報今天有一篇 是挺到位的一篇評論 就是講回520之後 陸方不斷有些軍演 而軍演表面上平安無事 但你真正了解情況 比起以前相對的軍演 今次很多不同 特別可以看到在武嚇之外的文工 文工武嚇 兩者加起來就能看到效應 聯合報的編寫論就說 東部戰區這次聯合 離建2024A的軍演結束了 規模沒有打破過往的紀錄 但特地選擇賴清德就職後三天實施 而且一發報消息就立即開始軍演 顯示對賴清德根本不存在任何的觀望 台灣的評論家都分析到 和中方、陸方的文宣攻勢 好像武嚇小說一樣 有些口訣 武功高手 怎樣唸幾個口訣 他說現在中方的利劍出竅 六個口訣 進、為、所、擊、委、斷 這些就是中學式的傭兵之道 打獨六字決 我記得《大公報》甚至出了一個圖 去講解這六字決是怎樣做的 雖然操演規模和科目的具體內容 外界當然沒有人知道 但他懂得宣傳 在內地甚至乎是很多網上 潰聲潰影的形容 但我覺得有些片段 是找回以前的東西放進去 但聯合報的觀察幾特別 他說以前來說 你對台的民工武嚇 官方有官方的做法 民間就不敢亂做的 今次似乎很多的民間媒體 可能都收到指示 什麼好呢 大家製造一種更加強烈的 民工武嚇的效果 於是你發覺很多小粉紅 很多的民間媒體 更加有市場 搞到戰爭 如何將台灣打成火海片段 紛紛出爐 如果沒有官方的指示 民間在這些問題上 都不敢輕舉妄動 今次官民合作 製造成一種圍攻台灣的視角效果 都是網上的 是的 真的 過去多數都是由民間化身 到民間那裏去吵 但今次民間吵之外 官媒直接參與一場民宣認知戰 所以今次來說 我們看兩岸這些互動 除了看很具體的戰艦怎麼出動 圍台怎麼去部署 其實今次說民宣攻勢很重要 當然台方軍方 台灣國防部也有些回應 對 台灣國防部說國軍文宣部門 第一時間發佈大量 我方機艦在海上空中 與共軍對視的影像 我看過那張照片 特地拍攝自己的機 貼了清天白日旗 遠方看到一隻大陸戰艦 而大陸方面站著一個壁 握著望遠鏡 遠鏡就是台灣的中央生物 大家show call 這些可以看到 這些真是超限線的新版本 就是打下這樣的文宣 但我覺得聯合報的其中一個觀察 我上禮拜都講過 連入台灣整個社會 是沒有受到這次的圍堵 這次的軍演等等是震驚了 反而照舊歌舞聲評 台灣媒體所見的那些專家們 口末還飛 說到好像說歷史故事 怎樣打法怎樣部署 完全沒有警覺性在那裡 亦都是聯合報提醒的 其實這是一個很危險的徵兆 大家覺得沒有事發生 覺得一定不會打 用來開玩笑 就是一個熱門話題 台灣來說繼續歌舞聲評 鼓照炒 沒有照跳 不過他沒有跑馬 連網絡上的新聞熱手 冠軍是日本明星的緋聞 不是軍演 你想想 台灣有一部分人天真是相信 中共不會爭打 而台灣社會 社平用的字眼說過度處變北京 處變北京本來是一個很正面的 在變動當中 千萬不要自亂陣 但是過度處變北京 是否變成麻木 和漠視現實形勢 大家相信 不敢打過來 又相信 不怕 有美國的軍援 我們不用怕 其實剛才國際焦點 旁邊有一則新聞 就是 拜登在西點軍校 其實有一個演講 聯合部的社論 有用到西點軍校 拜登怎樣說呢 他就說 樂意武力保護盟友 但是 不會讓美軍出現在戰場 美國近年來對外戰爭也是這樣 他幫你訓練 提供軍援 不打 你自己打 美國似弟兵 就不會送上你的戰場 所以當年 蔡英文政府幾年前 就說 在台灣的兵役和服役期的問題 就是要加強台灣的武備 他們說這樣的避戰才能夠避戰 現在有些事情我們都無法去掌握 究竟副總統蕭美琴女士 和美國的默契去到哪裡 究竟賴清德的演詞 完全有些是過了位的 這方面是北京會撥然大佬 也都遷路於美國 本來中美之間有個默契說 你看著他不要讓他亂來 那邊演詞 你要審查一下 才讓他出街 大家都覺得賴清德不會去到那麼盡 但不是 完全超越了北京的紅線界限 所以難怪北京會禁撥然大佬 也都繼續 那方面的軍演 對台的限制打擊 也都會繼續來 何以賴神 老神定定覺得沒有什麼事發生呢 他所信任的是什麼呢 這也是一個我們無法去破解的問題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1000元 請績訂購支持